2024年金头赏商业创意奖报奖时间为4月15日至6月30日 5月31日之前可以享受早鸟优惠假 请注意参赛作品必须要求是2023年6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投放的作品 中评时间为8月8日 颁奖典礼时间为10月11日 金头赏商业创意奖共分6个大项类别 品牌公司组 代理公司组 媒体公司组 制作组 海外组 产品设计组 不同组别的参赛费用如图所示 所有参赛公司首先应该关注金头赏参赛报名网站 后续所有的参赛报名过程包括获奖通知都将在报名网站进行操作 所有的参赛文档包括参赛手册 案例模板也都可以在这里获得 也可以关注金头赏官方公众号和视频号了解更多信息 那么申报奖项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呢 参赛素材标准分为案例格式与作品格式 案例格式中所有参赛作品都必须递交一份PPT格式的案例说明文件 其中的内容应该包括背景 目标 创意 结果 分析这五个方面 PPT模板可在参赛报名网站下载模板使用 除了案例PPT之外 可以选择性递交案例视频说明以及相关创意素材 同一件作品允许参加不同的子类 但递交的案例PPT不能内容完全一致 应针对所报送类别 进行有所侧重和针对性的案例内容描述 组委会拒绝接受完全雷同的案例PPT报送不同子类别 作品格式只需提交创意作品本身即可 并填写背景和目标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上传参赛素材没有数量限制 不会额外收费 准备好申报资料后 即可进入金头上参赛报名网站登录 首次注册建议使用常用邮箱 后续邮箱激活及参赛相关内容都会发送只该邮箱 注册登录后 根据提示选择并创建作品 选择参赛公司名称您可以输入公司名称搜索 如没有找到你想要的公司名称 再点击创建公司 请记得填写好您所在公司的城市信息 选定组别后 参考奖项类别说明 选择具体参赛的奖须类别 填写好上述内容 就可以递交作品附件了 可上传附件分为PPT 视频 音频 图片四种 不可上传PDF文件 作品信息填写完成后就可以提交了 你可以选择 保存为草稿或提交正式作品 且只有正式作品才能创建确认单 提交正式作品后 可进入预览界面 该界面与评审视角一致 请仔细检查作品信息和上传附件 如PPT内容显示是否正确 视频清晰度等 并将其调整为最佳状态 最后再来告诉大家 创建参赛确认单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1.一个参赛确认单里面 可以包含多件正式作品 2.如需要不同的开票信息 可根据开票内容分开建立多个参赛确认单 3.默认开具有效的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税点6% 内容为现代服务参赛服务费 创建参赛确认单步骤 1.将作品提交为正式作品后 在创建作品及参赛确认单界面 选择需要参赛的正式作品 查看并勾选同一条款后 创建参赛作品 步骤2.进入开票页面 之前填写过发票信息 在系统中会有保留 如需调整 点击修改按钮 无需调整 直接选择即可 首次填写发票信息 点击创建开票信息 进行填写 必填项 1.发票类型选择 2.公司名称 3.纳税识别号 全部填写好后 点击继续 进入下一步参赛确认单预览界面 确认无误后提交参赛确认单 提交参赛确认单后 视为完成所有报名步骤 报名全部完成后 请耐心等待组委会的审核 步骤3.提交参赛确认单后 进行审核阶段 可在作品 参赛确认单审核查看待审核的作品 审核分为两种情况 1.审核未通过 参赛确认单将会被驳回 此时你会收到邮件通知 通过邮件内的链接登录参赛系统 可查看组委会给出驳回的原因和建议 修改完毕后 点击重新提交 将再次进入审核状态 2.审核通过 参赛确认单审核通过后 你会收到通过审核的通知邮件 根据邮件提示 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费用之处 组委会将在收到费用后 1-3个工作日内 更新参赛确认单的状态为已收款 此时 整个报名环节全部完成 该参赛确认单所包含的案例作品 将正式进入评审流程 如有需要 参赛用户可点击打印合同 下载合同电子文档 并安排盖章和签署 参赛工资完成付款后 15个工作日内 组委会将完成付款审核 并将自动发送电子发票 至参赛用户邮箱 此后 用户也可以随时登录参赛系统 点击下载发票 扫描参赛确认单上的二维码 随时获取电子发票